布施到每一个角落 所以你什么都不会念 没关系 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声音 用你打手印 都可以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表法 书上的布施法 应该要精进地去实行 不要让自己 与这份良善的发心分离 生命电视台 就是生命的大道 通过生命电视台 会有更多的人 听闻佛法 了解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你哭得了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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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讲了佛法的重点 第一个 要生起大悲心 那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那愿这些母亲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当然 首先你一定要感受到母亲的痛苦 我想各位有爸爸妈妈 如果父母在生病 你就很容易感受到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 那你当然不愿意父母受苦 那站在大乘佛教不是光我们的父母 而是一些六道众生 包括很有钱的人 包括很出名 现在很快乐的人 那为什么要对他生起悲心 因为虽然他现在很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都是暂时的 所有的生命都在生老病死轮回苦 那为什么要对他生起这种悲心呢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伤害你的 认识你的 不认识你的 对你好的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各位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知见 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他们 所以这个叫大乘佛教 就像各位喜欢拜观音菩萨 喜欢拜地藏王菩萨 都知道 特别地藏王菩萨 念一下来 众生度尽 方程菩提 所以众生都是他的母亲 特别是最苦的众生 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地藏王菩萨 并不是在地狱的 而是他对越受苦的众生 他的悲心越强 那我想地藏菩萨是如此 观音菩萨是如此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都是如此 那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些菩萨都已经成佛了 那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那他们要视线给我们看 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那就要生起这个 把众生当作父母的这种大悲心 而且这个悲心 各位一定要有一种感受 最怕的一个就是默不关心 默不关心就是 反正隔壁的人 没饭吃跟我没什么关系 隔壁的人在生病 好在我自己没生病 那这样就是没有悲心 悲心呢 就算你爱狗的人看到一只狗 受苦了你心里会很感动 会一直想要帮助他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 那基本上就代表自己悲心不够 所以我想爸爸妈妈老了 不能走路了 那你会许人内心很难过 那我们修大乘佛教教 这样修 就是任何一个生命 一个老人小孩报纸上 看到他在受苦了 那你就要学习去关心他 把他的痛苦放在你心里面 一直想要帮助他 这个叫修行 因为修行以前我们是自私的 只想自己 那如果你要开始修行了 那你要练习 练习去关心 去感受对方的苦 去承担对方的苦 去帮助别人的快乐 这个叫修行 不然的话你就不了解大乘佛教是什么 可能你会念地藏经 会念阿弥陀经 会念大悲众 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 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这种悲心 关怀 那我们就不算大乘佛教 我们不过是一个 当然对佛教有信仰的 那当然 那有这个悲心 那第二个刚刚讲了 升起菩提心 那为了要帮助所有众生 一定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成佛 因为如果你没有成佛 就没有能力 就像说看到别人在生病得癌症 当然我们会帮他回向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 那如果你成佛了 那你就有这种 成佛有三种功德 你想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利 大智慧就是了解空性 了解帮助众生的方法 大慈悲呢 什么叫大慈悲 来 难忍平等大悲心 就跟他讲 没有办法去忍受众生苦 而且对一切众生都一样 叫平等的大悲心 那佛陀具足这个 各位可能还没办法 我们还没办法具足 但是这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再来大雄利 所以我们一般叫大雄宝殿 利也代表各种 特别是神通的力量 威德的力量 所以佛陀呢 叫大智大悲大利 这三个合衡 圆满的才成佛 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圆满 我们就没办法真实去帮助 所有众生 所以各位每次看到佛像 哪怕一张佛像 你都要思维 我是为了这个在努力 目标 千万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在 我要赚大钱 我要出名 我要买房子 我要结婚 我要生小孩 那个是一种世间法 老实说 我刚刚讲的这个结婚生小孩 是快乐还痛苦 对啊痛苦啊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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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对你来讲是一种压力 你把他生下来了 那你就不得不养他 不得不照顾他 这个是被强迫的 因为你对他有感情 一只一只动物也一样 一只动物他 小动物死了 这只动物 母亲妈妈都会哭的 这是没办法的 那佛教就是要我们培养 这种心态 你不能说只对自己的儿女 而是要对 包括一只小蚂蚁 一只小鸟 一个不认识的人 在报纸上看到他 往生了 你心里都要有那种感动 悲心 这个叫我刚刚讲 你要强迫自己这么做 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这样做 如果没有 哎呀我没有在修 我赶快为他念观音菩萨 视为他的痛苦 而且自己发愿 愿自己真实能够帮助他离苦 所以为了这个 所以自己要为他念佛 要为他做一点事情 那这样你才会一直培养 一直培养 哪一天就达到 一种无虚伪的自然的悲心 就像刚刚讲的 一个妈妈看到小孩子跌倒 就会冲过去救他 这个是不用讲的 你不能说 那是墨西哥人 我不用救 因为我是华人 那这个就叫分别意识 那佛教里面叫我们有空性 什么叫空性 就是无分别的 反正他苦 我就是要救 他下地狱我就跟他跳下去 那有这种 这种很强烈的悲心 那为了要救对方 所以一定要成佛 所以刚刚刚讲 生起悲心 生起菩提心 那为了要成佛 那各位一定要安住空性 什么叫空呢 空就是无我的 众生才是我 比如说 比如说没有树我们就不能活 没有太阳我们也不能活 那你要感受到所有世界众生 那么跟你的关系 都是你生命生存的依靠 就像没有爸爸妈妈我们都不能活一样 然后要有这种没有自我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都是如幻如画的 能够存在都是依靠的所有众生 依靠的太阳空气 依靠一切 这样才能够存在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修行不容易 从刚刚到现在几分钟 门开来开去也没办法修行 所以因为修行你就要很专心 很专心 这个专心叫禅 那你要分析得很深 要形身波罗波罗蜜多士 如果一直一直有这个 不应该有的那些影像声音 那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看有什么办法 不论你给它开着 不要关了 那各位受伤哪一块饼干 那借这个饼干 我们来修悲心 对你来讲一块小饼干算什么 这是非常容易 但是对那些可怜的众生 一块小饼干一颗米 就像一个人 十天没喝到水了 你给他一滴水 他也跪在那边给你磕头 所以对我们来讲一块小小的饼干 它说我们化成烟共 就可以无量无边的味道 就像有人在这里面点一支香烟 大家都会骂他 都闻到那个臭味 那不叫香烟 那叫臭烟 那因为它会影响别人 那当然佛教里面讲 希望我们影响正面的 不要影响负面的 所以你生气了 别人也会不高兴 你穿得很性感 别人也不高兴 你凸显你很有钱 别人也不舒服 那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要去影响别人 会影响世界 都要朝正面的方向去看 那在佛教里面 只要一到傍晚 我们就赶快要死死 那为什么因为一到傍晚 那些最可怜最可怜的 孤魂野鬼就开始出来 找食物了 不是说平常没孤魂野鬼 到处都有 云梁树下都有 这之前没太阳了 他们就会到处找食物 那特别各位说 我们是佛教徒 那佛教徒要有这个悲心 主动的主动的 那不失甘露 不分在家出家 那佛陀说 佛弟子 不失死 非我弟子 为什么 不慈悲 因为就像说 傍晚到了 每次有两个 快饿死的老人 站在你家门口 你说 那个又不是我爸爸妈妈 不理他 那我们就不是佛教徒了 因为佛教徒就是 要爱护众生 那当然很多人说 那是孤魂野鬼呢 那更可怜 那你只要帮助他 他就可以 升天 去极乐世界 和乐不韦 那所以各位要把 只要你要吃饭 都要想到 众生有没有吃饭 这样 所以我们吃个饭的时候 会供养三宝 会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就这四个方面 再列一下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元亲在主 这四个一定要供养 那因为这个是对善 所以佛教的所谓的修行 他讲的是和谐 你跟万事万物如何和谐 而不凸显自己 我想生病的人 一定会乖乖的 按照医生的交代 每天吃三包药 四包药等等等等 那这很痛的人 就会赶快去掉点滴 希望这个痛苦可以停止 那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这样 就算你不生病 但是很多众生 医院永远躺满的人 所以你的悲心就不能间断 那各位就要经常布施药 你药师咒 那按照药师经 为他们点灯 手把关在戒放生 减低众生的痛苦 那如果你有这个悲心呢 那基本上 你自己就有很大的福报 不会生病 因为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那你一直去帮助其他的老人 你会发现 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太生病 你一直去帮助别人的小孩 你会发现你的小孩比别人乖 所以很简单 越自私就越痛苦 你越不自私越慈悲 帮助其他的众生 那你就消除自己的业障 就像早上 我们他们安排去彩虹老人中心 给那些老人更快乐 像我们宏愿法师 带我们去这边的军人墳墓区 去做一点烟供 然后为了要做烟供 拿给那边当地的黑人管理人员 给人几块美金 他跟烟很快乐 那我想一直去利益 利益别人 利益众生 那各位养成习惯 最好每天晚上你都一杯水跟米 对你来讲很简单 点一个小小的烟供香 擦在外面也很简单 甚至烧几块饼干 放在你的炉子里面 那也很容易 但是对我们来讲很容易做 但是对众生来讲就太重要了 你要观想说 这个世界有一千只狗 没有饭吃 没有人会喂它们 只有你一个人在喂它们 所以你还不得不很认真 给它们水喝 给它们一点食物 然后慢慢慢慢 因为它们脱离畜生套乐痛苦 那我想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不是光跑到佛堂 修行是特别佛教里面 有苦难的地方 才是我们要去帮助的地方 这叫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就像我们下午去虎牧区 有一点热 走来走去 但是好像没什么事干 但是对自己没什么事 但是就是要帮助它 所以为什么自己没什么 因为没有欲望 所以没什么事 无所求 无所求就没什么烦恼 但是要想它们的苦 怎么帮助它们 我们读地藏经 最简单的法门就是 经常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礼拜 称赞 供养 地藏菩萨 就可以得到经典里面说的所有的利益 那特别各位在家里 如果你做完焉供 死死 随密 再来你就把你熟悉的法门布施给它们 然后呢 希望它们能够离苦 你会念大悲咒 你会念心经 你会念阿弥陀经 都可以 只是说 帮助这些更苦的 地狱道 恶鬼道 地藏法门是最相应的 而且地藏法门还有一个特点 你越诵地藏经 你越孝顺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子嘟嘟地藏经 这是做人的根本 孝顺 也是越进步的社会 越需要的地方 越需要的地方 特别在美国好像有个习惯 爸爸妈妈老了就送去老人院 这是一个有一点可悲的地方 那我想没有一个老人家 不希望儿女在身边 就算他生病了 也希望儿女在他身边 去照顾他 也唯有儿女才有耐心去照顾 这也是真的 所以 当然 修地藏法门 能够让我们 就生起孝顺的心态 特别是 明天后天 他们要庆祝母亲节 然后呢 这个母亲节也是 最重要的 感谢母亲 那在佛教里面 往往会把母亲节 跟佛诞日 这个月 是释迦牟尼佛 从出生 成佛 到涅槃的 的纪念日 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 赞叹 赞祭 就是礼赞 地藏王菩萨 成年地藏王菩萨 名号跟几个重要的咒语 然后呢 最好也能够发起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这个叫学佛 我们从拜佛 我们从拜佛 变成学佛 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学地藏王菩萨的孝顺悲愿 学文殊菩萨的智慧 学普贤菩萨的实践 愿力行为永恒的实践 好 我们今天 地藏菩萨妙兰伦 化现金融处处分 三徒六道文妙法 四生十类蒙慈恩 民族照彻天康路 今夕正开地狱门 累劫青鹰蒙皆隐 九年台盼礼慈尊 南无九华山幽明世界 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 我们来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标准 就是升起对地藏王菩萨的这种礼战 然后自己也愿扮演地藏王菩萨 南无就是归命 我们叫生口意来供养地藏王菩萨 来依止地藏王菩萨 按照地藏经是 希望大家都发愿做地藏王菩萨的分身菩萨 什么叫分身呢 就是实践地藏王菩萨的一种愿力 就像公安局局长最大 每一个公安人员穿的都一样 实践的都是一个指令 保护公共安全 所以每个人穿的都一样 这是位阶不一样 那我想我们修菩萨道 你学观音菩萨 你学地藏王菩萨 那标准是你要成佛 每一个菩萨你都学 要有观音的大悲心 要有地藏王菩萨的大校院 要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那甚至每一个菩萨的做起都不一样 文殊菩萨做的是狮子 代表什么 勇猛断无名 各位啊 你要改变你的无名烦恼 要有这种当下力断 你不能脱 师父脾气不好 赶快断 断 断不了 那你断不了 你怎么去利益众生 那自己永远在烦恼 所以要有文殊菩萨 拿着智慧剑断无名 无名生起来就是烦恼 贪嗔痴 傲慢 基督怀疑这些要断掉 普贤菩萨做大象 那你要去利益众生 要像大象一样忍辱负众 不退转 大象要替主人被射箭 而且大象的个性温柔 但是永不退转 这样才能够去度尽众生 那要有观音菩萨的做起 他们现在用熬语 用龙在苦海里面 苦海里面翻转 观音菩萨把苦海当做他的道场 救苦救难 地藏王菩萨一直递定这只狗 那狗代表忠实 地藏王菩萨跟释迦摩利佛说 佛陀啊 你入涅槃以后到未来 弥勒菩萨成佛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六道轮回的苦 我永不退转 去度尽他们 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 甚至发了最忠实的心 地狱不空 师不成佛 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无奈成佛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狗的忠实 忠实于他的主人 忠实于所有众生 所以当然那我们为了要成佛 那每一个菩萨的这种特性 德 道德 必须展现在你的人格上面 这才叫学佛 你不能说 学佛我就是这个个性 他就是那个个性 那还拜这么久啊 这样 所以家里各位都摆着自己喜欢 摆着佛像 读了自己喜欢 看着经典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跟他完全一样 所以拜观音菩萨要观音的悲心 观自在的智慧 观世音的悲心 那这样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 我消灾者放在观音菩萨 放在要是佛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悲愿 那如果我们有观音菩萨的慈悲 要是佛的这种力量 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消灾严寿 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 后面摆的是我们往生的牌位 如果我们有地藏王菩萨的这种悲愿 按照地藏经去实践 那这些往生者也就可以得到超度 我想学佛必须透过我们的人格表现出来 那因为人格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去老人院啊 顾尔院啊 我们要去放生啊 我们要去火木区啊 我们要去做焉共思思 都可以 因为你要展现出来 要产生力量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来修 而不是说 我地藏经念了几遍 我地藏菩萨念了几遍 你念了几遍是几遍的这种悲愿 几遍的慈悲的实践 我想这样告诉我们要多念几遍 好 所以我们来念 地藏王菩萨演六道众生 刚刚讲了三途六道文妙法 第二行啊 三途就是第一鬼道出生道 被火烧被刀砍 有很多血叫三途苦 然后希望这些受三途苦的六道轮回众生 能够听闻佛法 四生十类开卵诗化 十类众生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地藏王菩萨有个代表慈悲的明珠 明珠造册天堂路 这个明珠让他们脱离山土苦 今夕正开第一名 地狱嘛 这今夕代表地藏王菩萨坚持法 这个戒律 三法印 四身体 八正道 十二因言 中道十相的实践 那么 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地狱都给打开 累劫清晕蒙接引 希望我们每个人累劫累世的父母 去见属 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接引 能够往生进出九连台半 代表九品莲花 地藏王菩萨引导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礼持尊去礼拜阿弥陀佛 那我们在念地藏菩萨的时候 那就要这样去观想 观想 那最大的观想是什么 你变成地藏王菩萨 所以一开始叫地藏菩萨妙兰伦 你要变成地藏王菩萨 化现金融处处分 这个分代表分身百千亿 那我们也要去做地藏王菩萨的分身菩萨 让三途六道 让四身十类 让累劫清阴 等等等等 能够离苦得乐 来 那么地藏王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在家里你可以用唱的 还是 边唱边观想 观想地藏王菩萨如何去利益众生 来自众生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 就可以离苦 所以叫见闻利益品 看见听到 就得到利益 那现在我们要念的是地藏王菩萨名号的咒语 来各位念一次 香秋 新花 新花 清佛山也 娘佛啦 香茶露 切朵 加圣 切我 那就是把地藏王菩萨名号的功德 就像如来应供正偏知啊 这样去念出地藏王菩萨的整个的名字很长 那念的时候各位你就要观想 那整尊地藏王菩萨比地球还大 然后呢 从他的每一个毛细孔 就布施出他的功德甘露 给地狱道 给二位道 给听不闻 没有听闻佛法啦 给将来会受苦 然之现在在受苦 就像观想地藏王菩萨的空中 从他的毛细孔 撒出甘露 那这个世间是一个火焰啊 一个沙漠啊 所以撒出甘露 让众生的心田得到滋润 痛苦得到消除 那各位你要 让你的心灵力量 产生功德 那你就必须要不断地练习 练习再练习 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特别 念一下 熟能生巧 就是这样 各位打麻将也是熟能生巧 坏事做多了 现在要变成好事 熟能生巧来念佛啊 来诵经啊 来帮助别人啊 来词咒啊 而且你 词到你的身口意 已经熟能生巧 一念了 真实地藏王菩萨下甘露了 帮助众生啊 佛啊 佛是一个私无畏者 每一个佛都是布施无畏 具足圆满功德 每一个佛累劫三大阿神奇奇 断了多少头 挖了多少眼睛 布施了多少骨髓国家 他们累积这些 波罗蜜最后成佛 他成佛呢 要透过他的名号 咒语 你一念 就全然地布施出他的功德 如果有人能够念阿弥陀佛念到无间地狱 整个无间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 那各位要透过我们的观想 心灵的力量可以融入第一 融入二轨道 融入他方世界 所以佛法就是希望跟众生合为一体 那各位你要经常练习 唱到你在哭啊 唱到很大声 唱到声音很高都没关系 所以各位也听到 他们在念奏 在高山上唱得很高亢的声音 让到全世界都听得见 当然如果是佛教徒就很喜欢听这个 众生更喜欢听 所以你念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名号咒语 就刚才这段那么长 那就所有众生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价值 再来要念这地藏王菩萨的根本心咒 也叫心咒 念一下 哦哈哈哈哈问三妹也说哈 那你念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一样 心咒就是精髓的意思 就像各位念般若心经 这个心经就大波勒经的精髓 也是每一个佛成佛的精髓空性 所以呢 就念心经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你念这个心咒 就把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力也不是可以推翻 我们念三遍 哦哈哈哈哈问三妹也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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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更重要了 你要超度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那叫地藏菩萨超度心咒 各位要经常念 因为我们去撒个蜜 像平常各位你念在嘴巴 你要撒蜜 撒水 吹口去 不舍出去这里面都有各种 你念的佛号咒语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 就像各位你拿一颗蜜 在家里念四十九遍往生咒 或有念七遍大悲咒 念完了很多蜜 吹口去 走到那里就多撒蜜啊水啊 因为你不可能在当现场念那么多遍 但是你所做的功德 包括你今天念的四十九遍地藏菩萨名号 但是你念翁阿虹的时候 你要这样观想 来 累劫累世 过去所做 今日已做 所有功德 翁阿虹 然后就融入了 这杯水啊 这一只香啊 这颗米啊 那你走到哪里布施一下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做的善业永远都在 念一下功不堂卷 请问你在这个世间做的恶业有没有在 炉轮子跟着你生生世世了 如果你不去忏悔恶业啊 这个恶业永远生生世世追着你啊 就像你跟政府借了十万美金 你不还政府永远都追你的 所以这个善业恶业永远不会跑掉了 所以要把恶业掺除掉 把善业一直布施出去 你一直布施出去 这个善业就越多 叫回向的意思 今天我已经念一万遍的地藏菩萨名号 吹口去布施出去 变二十万遍 然后呢我第二次又吹口 又加二十万遍 又四十万遍了 所以你越布施 越回向给众生 力量越大 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清静跟慈悲 清静就是我不要有恶业 慈悲就是我到处累积功德 供花 供水果 念佛 我送地藏经念大悲咒 我要把这个善业融入 所以对我来讲 我们每天到不一样的地方 很高兴或什么 到这个地方 就要把这个功德融入在这个地方 又在这个地方 又广积各种的功德 除了现场结善业 又可以融入到他方的地方 所以前面有个绕着地球跑 先绕着地球跑 将来才可以绕着六道跑 所以 然后你一个人不够 所以你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释迦牟地佛一样 来 分身百千亿 那你要修到能够分身 什么叫分身 如果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 你就没办法分了 你要有空性 你要修到一个无我的空性 那你一下可以变成一亿个 一百亿个 一亿亿个几兆个都没问题 只要你有空性 各位一定要养成习惯 一般人不太容易养 因为你这个相片已经是你看习惯了 这个就是我 这个名字就是我 那你已经执着了 因为身体一痛 哎呀我怎么在痛 哎呀我儿子 有我跟我的叫我 我所 我的儿子 我的房子 所以佛教里面 为什么菩萨一定要修空性 再念一次 生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安住空性 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就没办法圆满大悲菩提心 所以整个佛教的修行七个字 念一下 无我 大悲 菩提心 就这七个字而已 无我就是归法 大悲就是归生 菩提心就是归佛 念一下 归佛 发菩提心 归佛 体振空性 归生 圆满大悲心 修行就这三个 但是你抓住重点就好了 抓住重点 所以 所谓无我 就是 只有想了对方 你要消除自己 念一下 调伏自心 征服自我 对自我值 那你就自由了 不但你有一个我在生病 我在老 我在轮回 你会很痛苦 那不但没有我 那只能有众生 要大悲心 那这两个圆满 那就成佛了 所以一个叫什么 来 智慧之良 就是无我断烦恼 再来福德之良 就是慈悲 去布施慈见 人入精进 那这两个圆满 叫什么 来福慧良 足尊 福慧良 足尊 就是成佛了 所以各位 生命的努力 如果你找到了 那世间呢 你就慢慢放下 你要努力的去累积 福慧双修 我们也叫卑智双运 那我希望各位影响你的小孩子 不然你的小孩子 开始努力读书 读书要成为一个博士 要赚钱 对他都是浪费 最后还不是去老人院 阿弥陀佛不能要念什么 你世间再大的成就能够干嘛 所以努力 不是说不要读书 动机不是为了我要得到博士 动机就是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动机要增加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 可以去努力可以 我要做医生 可以 不要拿薪水的 不用杀小动物的 纯粹帮助任何众生的医生 那就是佛陀 佛陀叫大医王 所以佛陀除了帮众生的身体不要痛苦 更重要的来 帮助众生的心 没有烦恼 因为众生心里没有烦恼 身口一造业就会痛苦嘛 所以佛陀要帮助的是 众生的身体得到暂时的安乐 心里得到究竟的解脱 甚至让他身具足 三十二项八十学行 心具足大悲心 菩提心空性的智慧 就是圆满的人格发展 所以我认为各位 会移民到国外来 就是在追求更好 对不对 那更好不是移到哪里去 是人格的提升 把人变成佛 去追求这个 所以念一下 把贪心变成菩提心 把称慧变成大悲心 把愚痴变成大智慧 所以世间人说 把知识变成智慧 把感情变成慈悲 把意志变成愿力 就是要这样 要让自己呢 有时候说 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刚刚讲的大智 大悲 大力 这是生命的方向 为了达到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每天看佛像 看佛经 念佛 乃是念佛的心 叫座 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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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观音菩萨的心 或是你念观音心咒 你念地藏王菩萨的心咒 我哈 我善善阿耶稣 就是我要地藏王菩萨圆满的心 你念 地藏王菩萨的利益众生 用亲世拉杂 以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圆满的心 去救度地狱到 鬼到处生到 让他们脱离轮回 这个叫 每一个佛 还有不一样的利益众生的咒语 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有佛菩萨的心态 那这个叫学佛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到佛法的很重要的重点 各位一定要抓住 所以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药士佛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普贤菩萨 这些法门你都要学 因为这是帮助众生的各种方法 那你要学一个法门 那你要了解这个佛菩萨的经典 比如说各位要研究地藏菩萨 那基本上你要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进一步呢 看元命地藏经 进一步呢 看地藏十轮经 那这些要看 因为地藏十轮经 讲出地藏王菩萨如何入恒河沙禅定的力量 就从这边来了 那再来呢 地藏王菩萨沾茶叶报经 利益众生的方法 当然很多经典都谈到地藏王菩萨等等 所以这个经典叫显 显 因为看得懂 然后呢 那你了解地藏王菩萨的思想行为 当然你就要进入密 密就要念他的咒 咒就是精髓的意思 比如说各位你在研究打不日经 那整个不日经的精髓就是后面的 这个咒要脱落你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经典的意义思想 直接念咒 力量也不够 因为你不懂 而各位了解世间苦啊 极乐世界好啊 所以我们了解如何让六道众生脱离我直 烦恼 烦恼等等 然后能够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思想你都懂了 所以你当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咒的时候就有力量 因为你看到众生在做皇帝你都会觉得去极乐世界吧 皇帝有什么重要 如果你要借由皇帝来推广佛法那有道理 那如果你去享受皇帝的权力地位 一个有钱人 一个英俊的 一个漂亮 这个叫损福报了 还会造业 但是如果你了解我利用我现在健康的身体 多来拜佛 多来帮助老人 多来做一些异工的工 那你这个就对了 就像各位现在你有钱 你可以拿钱照佛像 印佛经去利益众生 那这个钱一点都没浪费 生生世世 你一生下来下辈子就一亿 因为你这辈子不死了嘛 你跑不掉 各位你相信英国了 来 布施得大富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个布施人 过去是有布施的人 这辈子生的家庭就是特别有钱 他老爸卖命都要把钱给他 因为他自己种的因 这个叫富二代 问题是他不懂得学佛就没有富三代 他如果懂得学佛 他继续累积这个善因就懂了 我们华人最喜欢拜的就是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特别是地藏菩萨 很多我看网路相片 每天都有人登各种各种的地藏王菩萨 明明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很单纯 但是就画出各种不一样的 大家很喜欢地藏王菩萨 而且地藏王菩萨是最庄严 你要做地藏王菩萨脸要做得非常非常庄严 修地藏法我们要有这个特点 就是向好庄严威德这些具足了 所以各位特别要超度 看到三恶道理就要念 你到超市看到鱼死那些肉 把他给超度了 所以我们现在念 然后各位外面在焉供刚刚刚入事实 让他们超度 念的时候我加这个灵 这个灵一念 最高的天最深的无间地狱都听到声音 叫灵的意思 敲法器就是为了这个 什么叫灵 自然浮现的声音 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 欧玛丽变明 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 看到动物 欧玛丽变明 看到一个肉 欧玛丽变明 就是自然的 所以你平常要念习 而且经典常跟我们说 你只要念十万遍 你念一遍就可以马上把它超度掉 你念十万遍不动佛心中 你念一遍 你想到无间地狱地狱 它马上就超度了 当然这个十万代表无尽 就是说你已经念习惯了 念习惯了 所以看到往生排位 欧玛丽变明 超度了 看到消灾排位 欧玛丽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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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消灾 就是我们活着的异议 各位你就要经常念习 你要背下来才行 欧玛丽变明 背下来以后 你就要观想地藏菩萨 就像各位看电影一样 地藏菩萨如何去救他们的 按照经典或是你观想 让他们脱离无间地狱 让他们脱离油锅 让他们脱离尖山地狱 让他们脱离被宰杀动物苦 那你就变成像地藏王菩萨 怎么帮助他们 地藏王菩萨会守在地狱的门口 问你口令 如果你会念 马上不用进地狱 应观法界星 一切为心照 如果你会念这句话 马上就脱离地狱 地藏王菩萨会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我想 慈悲就像妈妈看到小孩子 马上跳过去的 马上去救他 那个时候 ne grappling师考的机会 都没有 咒就是这样 自然流露 自然流露 各位你开车看到前面有车祸 舳 Politico 以为你熟悉的 希望他们消夜 塔鱼钓 看到猫被 一只狗撞死了 因为你自然的 这个是你平常必须一直练习的 而且你练习的时候最好 譬如各位在念地藏菩萨的心咒 那你要看着地藏王菩萨的相片更容易 先供养 赞叹 礼拜 点灯 然后你就开始念 念到你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 合为一体干嘛 来帮助众生 念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就这个意思啦 就像我们念佛 念佛叫波作善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整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 所有人都变成阿弥陀佛 三恶道众生都去极乐世界 都变成阿弥陀佛 念到完全进入那个状态 深口意进入那个利益众生 所有众生也得到利益 叫三昧的状态 三昧的状态就是大乘的禅定 所以我们叫三昧耶戒 就保持那种状态 当然你要自己一直练习 只是我很喜欢叫各位做焉共事实 你才会有个相信 哦 很多鬼都来了 为什么 请他来 今天你在外面拿 如果你来参加普贤士法会 一人领一万块美金客满 你听得懂一句再给你一万 他背也要把它背到天亮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给众生好处 那这个好处各位刚才一杯水 这样而已 七颗米一块小饼干 你就可以透过咒语变成无量无边 坏一点烟共 这个烟飘啊飘很远 而且那个味道很强啊 就算你没有念中 他就可以闻到这个味道 念一下文集解脱 很快乐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冤家已解 不已解 在山东灵青这个地方 有一位屠夫 他凶残成性 每年不知道 要宰杀多少头猪和牛 还叫 等下就让你归天的 像你这么大只的猪 我每年不知要啥多少头 你还想跑 好得了吗 有一天 有一天 这位屠夫 在市场上 买了一头牛 卖牛 大黄牛便宜卖哟 有人要买牛吗 哦 有人要卖牛 老板 你的牛要卖是吗 是啊 你看这头牛 多强壮啊 无论你是要拉车 还是种田 他都没问题的 我买它 不是要拉车种田 我是一位屠夫 买回去 是要杀了卖肉的 那你更应该买下它了 你看它多强壮啊 这一身肉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的 嗯 好的 我买了 多少钱 三千元 怎么样 便宜吧 好的 钱给你 嗯 你真够爽快 这头牛是你的了 嘿 你瞧 这头牛好像会怕我呢 不会吧 你叫也没用 现在它是你的主人 你快跟它走吧 然而 这头牛却极富灵性 好像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因此 任凭那屠夫怎么拉它 它死也不肯走 你听到没有 我现在是你的主人了 快跟我走吧 好家伙 你还不走 快走 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这头大笨牛 你这头大笨牛 你那主人现在是我 快跟我走 快走 否则我打烂你的皮 哎呀 这位屠夫下手可真狠呢 是啊 那头牛好像知道 自己如果跟他走 就会丢了性命 所以才死都不肯走吧 哎 可怜的牛啊 屠夫 烟打了许久 直到这头牛的力气又尽了 才被它强托着回去 哼 我就不信 我治不了你这头牛 哎 那头可怜的牛 马上就要没命了 是啊 他真可怜 要是我有钱的话 一定会把它买下来 多强壮的一头牛 就这样被杀了 多可惜啊 当屠夫牵着这头牛 经过一家店铺的时候 牛突然向店铺的老板 跪了下来 哦 快起来 你这头笨牛 快起来跟我走 屠夫的鞭子 再次恶狠狠地 打在牛的身上 店铺老板 看到这一幕后 不禁起了侧影之心 于是便拦住了屠夫 哎 这位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打他 你要是把他打死了 那该怎么办啊 这事不用你管 我花了三千元买下他 就是要杀了他来卖肉 死了正好 省得我还要花力气杀他 啊 哎 多可怜啊 你是想要我救你吗 面对如此有灵性的牛 店铺老板决定 拿钱买下这头牛 我看这头牛 颇有灵性 这样吧 这头牛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我愿意出同样的价钱 向你买 哦 哼 这头牛不愿意跟我走 不听我的话 却还想活命 没这么容易 我不卖 我如果把他杀了卖肉 一定可以卖超过三千元的 这样吧 我出四千元 这样你可以把他卖给我了吧 不卖不卖 五千元 你绝对卖不到这个价钱的 放他一条生路吧 也算是为自己 积德行善 何必非要杀他不可呢 少啰嗦 我今天非要杀了这头牛不可 无论你出多少钱 我都不会卖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这头牛太可恶了 刚刚就一直跟我作对 气死我了 不把他杀掉 怎能消我心头之恨呢 哼 你就是出再高的价钱 我也不卖 啊 对不起 我叫不了你了 你这样做会遭到报应的 我从来就不相信报应的 跪在地上的那头牛 见此情景后 无助地闭上了眼睛 自动地站了起来 就这样跟着屠夫回去了 唉 老公 你买牛回来了 是啊 你快去把我的刀拿来 我现在就要把他杀了 明天一早就能去市场卖 为什么这么着急 明天再杀也不迟啊 不行 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 这头牛一路上都跟我作对 我杀了他 难消我的气 好吧 我去拿刀给你 一定要杀了你 才能消我心头之火 哼 敢跟我作对 现在就给你好看 老婆 快点生火煮水 现在将牛肉煮熟 明早就能直接拿去卖了 好的 屠夫将这头牛 大卸八块之后 把割下来的牛肉 放在大锅里炖煮 除了这口气 我可以安心去睡觉了 我可以安心去睡觉了 嗯 煮得差不多了 过了很久 屠夫仍然没有回来 他的妻子感到有些奇怪 哎 怎么去了这么久呢 老公 煮好了吗 老公 你在哪里啊 当妻子走进厨房的时候 惊恐地发现 屠夫倒栽进煮牛肉的大锅里 双脚朝天 上半身已经被滚水烫的面目全飞了 啊 原来 屠夫在几步小心跌入锅中 结果从 从